中国好声音学员首张合集梦开始的地方 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好声音学员李戴默 张伟 金志文 金池等积极亮相 这张合集梦开始的地方是好声音学员在离开舞台之后 用半年多的时间不断努力学习 积累 沉淀 而最终完成的音乐成果 当天学员的粉丝们热情火爆 不时的呐喊着自己喜欢学员的名字 一起同时出席活动的学员们会不会暗自比较人气呢 不会 善意的比较 比较一家人 对 比较也是一些 合集里面都有这首歌 也是有一些就是善意的一些比拼 比如说谁的歌对良性竞争 然后会谁的歌做得更棒 然后会大家一起来交流这个问题 比音乐上的成果更振奋人心的是 学员们在生活上的成果 金志文自曝六月份自己就将升级当爸爸 并且已经给孩子起好了小名叫Midi 但是不想孩子以后从事音乐 不要不要不要 这个工作实在是太辛苦了 不想让他以后也成功了 我顺其自然 看他的 对 他的天赋吧 如果他真的喜欢这一行 我就会全力以赴的去支持他 说来说去 这孩子还是大有希望子神赋业 金志文还打算办满月九十 要请来一众好声音学员 目的吗 是让孩子们吸取各位好声音干爹干妈的精髓 都是干爹干妈吧 其实把孩子满月九席的时候 想把有时间的学员都请来 然后大家一起就当聚会也好 怎么样也好 大家一定要都第一时间来看一看我的宝宝 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每个人的 非常非常牛的这个优点 然后我想让我宝宝第一时间就能够吸到他 吸收到他们身上的精髓